各位朋友,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天文台說明天下午到晚上有機會改掛8號暴風的信號 就是烈風那些暴風 是時候約朋友在家最後一會 你會不會是一打風就有些打風的朋友的腳就在家裡聚一下 我有猜 不會的 真的嗎?有某幾個都會說打風了聚一下 但不打風的時候不聚的朋友 我是有這樣的腳 沒有的 我不會突然間有什麼事 新年聖誕節 怎樣怎樣怎樣出來見面 我沒有的 完全沒有的 我想說真心 真的有的 我想說有個朋友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 我和朋友 可能他叫A 你不會誠起一個A 誰啊? 我們就會有一個新年A 新年我們才會找他 為什麼要這樣做?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可能新年他就有局 可能去玩 他有些不知什麼的聚會 那些 那些 我相信他 他叫新年A 哈哈哈哈 我是那些人已經認識了很久 認識了很久 見不見都沒有所謂 認識了幾十年 那個人見不見都沒有所謂 而且那些活動 其實那些朋友很少和我一起參與活動 因為我玩的活動 我都朋友不玩的 大部分都 很多東西都 後來 是後期 早十多年前 玩泰拳的時候 帶著朋友一起玩 那些朋友一起玩 有同一個活動就是玩泰拳 運動 有時候跑步 但是人大了其實很多時候 不知道他忙還是我忙 就不了時間 通常現在的朋友都在WhatsApp聊天 那是 我知道你那些很奇怪的活動 就是晚上 不知道他去山上放飛機 那些 就是沒有人會玩 例如玩音樂 沒有人玩 例如我聽穿事惡 他聽穿事惡 他就找回穿事惡的朋友 你不會打風找他出來 他打風出來 他不會出的 你明白嗎 是 可能某個場合 認識到一些朋友 他之後再約我出去 他問有沒有興趣 一起去聽Live Band 他第一次約我 我就說 沒有空了 第二次約我 都去聽Live Band 他瘋了 然後我第一次都說 都不是那些人 你不去吧 我都不是那些 當然不去吧 不是人的問題 那個活動我不對 你講開夜場 有件事都挺嚴重的 我禮拜五那天 禮拜五還是禮拜六 禮拜六那天 那天晚上我出去了 去吃韓國菜 晚上 我找了一間 很少可以出去 是 11點可以吃到 11點還有開開到2點 在旺角太智那間韓國菜 聽我講完 我下次介紹你一間 等一下 介紹你一間 收五點凌晨 應該適合你 吃韓國菜 真的嗎 是 那個叫什麼路和什麼路 什麼渣 什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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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沙咀 沙咀 阿士丁島 阿士丁島和阿士丁路交界 對 不是跟你講的 你一講阿什麼什麼 我都告訴你阿士丁島 阿士丁島 阿士丁島那裏 收五點 好 你告訴我 我去吧 我即去 我去吃完東西之後 我經過太子 經過太子 酒吧街那裏 我發現了東西超級大鑊 我知道星期六十二點多鐘經過酒吧街 正常來說應該很旺的 你知不知道是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我想說 我以前 我以前 去開那些 都不是說以前幾十年前 我講的是 疫情的時候 我做極度心寒的時候 有時下班會去喝兩杯 那些店舖是拉閘的 你知不知道那些酒吧街 是沒有人的 你知不知道 恐怖到這樣 我想說 當然是星期五六 林桂芳 其實不是有個L字 或者C 在那裏 都會聚集 一班人 最旺的時候 應該是大概晚上一兩點 半夜一兩點 其實我告訴你 現在是星期五六 你試試去一兩點 靜到拍烏鷹 可能多烏鷹就行了 為什麼 靜到這樣 那些人走 真的回大陸玩 不知道 現在這個市道 真的是這樣 沒有人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是店舖 我頂到多久 說真的 你一個人都沒有 沒有客人 恐怖到 沒有客人 沒有客人 恐怖到 我昨天 你當這些 其實消費太高 我想的一件事 舉例 你好像我那天 吃東西 吃了五百多元 五百多元 如果你還喝了酒 有時候可能六七八元 你無緣無故 兩個人花一千多元 幹嘛 你無緣無故 消費 無緣無故 一千多二千元 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其實那些人走到別處玩 說真的 但是我猜不到 我今天看報紙 海王足店 都說欠人租 要被人告 這是便宜的 超過一千萬租 被人追 那些不奇怪 那些 你說海王足店 大哥 這是平民生意 平民生意 我經常都說 現在茶餐廳市的生意 我樓下的 OK跟我說 做四萬多元生意 現在只有兩萬多元生意 你知道什麼便宜都受影響嗎 海王足店 還有什麼便宜 那些街角是有一間足店 那些都被收拾了 海王足店 有一陣子 海王足店的粉絲 因為以前做節目的時候 因為以前做節目在人夫那邊 就是泰谷那邊 我搭車輛車回到黃國下車 那我就肚餓 就會去海王足店吃東西 其實他們的東西便宜好正 這些便宜好正的東西都要收皮 那有什麼東西不用收皮 其實任何東西都收皮 其實真的很恐怖 其實真的很恐怖 包括我去澳門做事 澳門上面就是珠海 很多人都放假 就真的想珠海消費 澳門就不用說 澳門那些人就直接當了 遊樂場的 你澳門運在那裡做什麼 澳門就是有一陣子貴到瘋 你不可以大陸消費也傻 如果澳門人 我看賭場區裡面 麥當勞在說 不知道六七十元 還是七八十元一個餐 澳門的食肆 如果澳門的食肆 沒有人吃 三個字 該死的 告訴你 見的 見的 有澳門聽眾 見的 你那時候 大把生意的時候 喂大哥 你收的價錢都不合理 你吃那些什麼 早上吃早餐 街市吃早餐 不知道 貴得瘋 大哥 你平民的食物 你現在當作遊客嗎 對嗎 對 所以這一陣子賭場 所有派的食物 全部要分 以前不用分 就是這樣走到 澳門從來以前 都是一些便宜的地方 去玩野場都是 幾千元有交易 你隨便上夜場喝酒 都不要說是坐女兒 他收你皮靈兩皮的東西 你是不是傻的 說真的 你去過我真的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去不同打交道 那些長館 對收你皮靈兩皮 兩三皮 幾個人又說收你皮靈兩皮 落樓 什麼都沒有做過 大哥你做什麼 你送錢給你洗 你是不是傻的 他沒有生意 他沒有生意是正常的 是說幾皮的落樓 濕平 是啊 他都沒有做過 幾皮的 是喝酒 都不知堅定流 給你一些酒 你喝 有女兒過來 和你倒幾杯酒 傻的 如果大陸 新酒解酒的話 所以 那些過度膨脹了消費 你去到大家市道不好的時候 我坐在這裡也傻了 還想給你 給你湯 重新整過他 重新跌下來 從頭來過 我覺得 如果不是 你基本 你本地人不消費 你靠我 靠女客 沒有女客 真的嗎 我經常說一句說 是說含格拉提 以前很旺的那些場 你真的想逼進去找一條路走走 都很辛苦 我記得那時候 真的在工作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有技巧 如何在一個很多人的地方這樣走 是已經有技巧 我猜一下 我先說一句 我先說一句 這裡有多有趣 很多人逼在場上 怎樣可以 把我側身在那邊轉 放進去 S就這樣扭 真的不是 拿著手指 拖 怎樣 一定不是上身 一定是下身 你是不是都拿著腳去摔摔摔摔 摔到你一個位置 踩在那裡 不好意思 這樣推開一會 真的 真的 你的腳不動 你的腳不動 你走不進去 你說得對 一定是腳踩在前面 可能踩兩三個身位 然後就推開那些人 因為真的要做事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一下就已經撥開一些人 這是上班的技巧 真的 除了夜長這麼多次 真的 你不說我不知道 好 今天打風的時候 說多一點無謂的事情 先轉一轉 今天說什麼鬼故 海上面的鬼故 打風的 打風的船都回來 不要出海 大家安全遠離水上活動 遠離岸邊 每次打風的時候 都會有人走出海 不知道做什麼 希望今年沒有 希望大家回到岸邊 安全 乖一點 不要再出去 風別浪靜 在那裡玩碎 因為今天都還見 有些人在Facebook出海 那些水很清 真的要小心一點 這個世界 我也知道 對 可能認識同一個人 出海還說很清 我頂你 對 在沙灘 總之小心一點 大家 真的 今年你見到它 好像風平浪靜 但是突然之間來到的一個風 有時候你估計不到 無聲狗才咬死人 一定要小心 那說海上怪事 第一件說的海上怪事 就有一個漁民說的 他就 我上網看到的 他小時候五六歲 就已經住在船上 他爸爸有架蝦艇 平時他就會在青州 摩星嶺出海 出海有時會載到葡萄島那一邊 他家裏就是做一些落蝦網 就是鬧蝦的 通常就落了網 就拖45分鐘 就上回來 接著又落浪 工作又做整晚 然後這樣 那當時 他小時候 他爸爸都會帶他出海 他出海的時候 都不是沒事做的 那個網上寫這個人 他說他爸爸通常晚上 就會睡一會兒睡覺 睡覺的時候就教著他 去到哪裏 就看著船 就轉去轉 就教了他 他都懂得開船 他如果有怪事 就是說 如果打風下雨 他們就會回到避風塘那裏 在黃竹坑那邊 有個避風塘 我想是香港仔黃竹坑那邊 找他們那裏的蝦艇 那些 當時 他有一次 就回到那裏 整班人在那裏玩 那些大人在那裏賭錢 之類 突然之間 有人說 有海怪 他說 什麼海怪 大家衝出去 追海怪 應該有個影 在海裡走來走去 在船上爬來爬去 類似那些 蜘蛛俠 整班人就追他 怎樣追都追不到 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後來 不知道是什麼海怪 完全不知道 到近期 他就發現了 海怪爬在他小孩的窗外面 蓋住了 是怎樣的 但其實外表 是這樣的形容 我們先回來 他是一個完全沒有穿衣服的人 男人女人有沒有說 男人來的 不穿衣服是男人 那那個海怪 就叫他不要發聲 叫他自然不要發聲 後來那個海怪 靠了一會兒 類似 靠了一會兒 就跳了下水 就不見了 他小時候就覺得 那個人是人來的 他說可能 有些人上來 不知道幹什麼 上來的船上 但是 也以為是賊 但是不會有賊的 但是他說那時候就覺得是人 但是我想想想不太對 你整班人在船上 又玩又賭錢又吃東西 整班沒有去說 你的賊 在那個時候 你想想是不是 你當然去那些沒有人的船上偷東西 你怎麼去那些有人的船上偷東西 對的 對的 最後來他就不敢發聲 那個人就走了 但是他說 九不九在田灣那一邊 即是他八十年代的人 他八幾年的時候 都經常聽到有人說有海怪 如果有海怪 那些人就會拿了一些削尖了的鐵通 就會不斷飛到海裡插那隻海怪 但是 有沒有用呢 但是 沒聽到有海怪被人捉到插死 真的證明沒有用 都是 如果有人插死那隻海怪 那隻海怪 那隻海怪 那隻海怪被人插死 那隻海怪被人插死 捉到一隻 沒有 你看到海怪游來游來游去 你插他是插不死的 所以剛才寫這篇文章的漁文 他說這個是人 我有點懷疑 如果是人都插死 隨便插死一個 他沒有試過 八十年代經常在田灣說有人見到海怪 海怪如果是小偷 又或者是一個非天禽佬 他是沒有被人插死過 那會不會真的是海怪 這件事 遲少你都見到有些血淘在面 沒有的 沒有 什麼都沒有 怎麼有血 你游游水 你游游水 偷東西被人插了 那些水喉通 削尖了 到身上 你怎麼會流血這麼簡單 你整條絲袍都上來 怎麼游啊 游不到 剛剛才 另外還有說 有一個在海事處做過的人 說了一個真實的鬼故 我今天就簡選了 是網上有一個人寫的 一個海事處做過的人 他不是公開寫的 他在一些forum裡面寫出來的 就是討論區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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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認識過漁民嗎 其實 漁民真的沒有 你沒認識過漁民嗎 行船不是漁民 有什麼分別 行船 那行船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小時候說 行船都漁民兩件事 阿野行船 其實我不知道行船是什麼 代表什麼 你明白嗎 行船呢 香港的港口 很多不同的船 就來香港的 例如它有貨輪 有些越洋的不同的船 有船也有 什麼都有 如果你的船 通常都是大船 那些貨船 要經過香港 或者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最遠可能去到非洲 也有的 你跟著那個船 一出海 就很久了 可能一兩個月 兩個月 那些才行船 一離開就幾個月 行船幾個月 然後 漁民就是 它有一個捕魚船 早期 香港就出到外面捕魚 到後期 那些捕魚船 就泊在大陸 你去大陸 那你在大陸 你有一架船 就擺在香港 或者駕駛去大陸 那些 你回到大陸 就組班 就叫人來幫忙 大家幾錢幾錢 那些 儲了足夠班 可能有10、20個人 大家就出海捕魚 出海之後 那些船魚就丟下它 然後你又回去香港 賣海鮮 那些是漁民 我也挺熟悉的,因為住在西貢很多年,半生人住在西貢 西貢有些漁民很多都認識的,其實我每年都跟漁民吃飯 一年吃兩次,一年兩三次吃飯 有個漁民說,如果漁民收網的時候看到人的屍體 你怎麼處理呢?你出到大海,不是幾個小時回到香港 可能是幾天兩三天才載到香港 還要出去拿魚,你一走回去就不行了 你看到屍體怎麼處理呢? 都會撈他上來的,我猜是一個適當的位置,我猜是 原來有些是放回海船 沒辦法了,熔熔爛爛的就把海放回海 我們要做生意,一群人就怎樣? 罵了上來就把海放回海 很多人都這樣做 有細菌會發臭,可能會影響到樹上的人 或者魚的都有機會 有件事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人拿了一條絲上來 沒辦法,就放回海 誰知他放回海之後 附近的船價價都很豐收 網上很多東西出來 他不是網上魚仔,吃白果 網上水母一大堆 網上水母網上很嚴重 網上不斷衝,不斷衝 頭頭碰著黑,不知網上被東西勾穿了 最後就打算收工回來 又看到屍體 他把屍體丟回海 當時回來的時候 發現其中船的車頁脫了 脫了就回不了 想修理,又修理不到 又天黑 突然之間又刮大風 他們叫石壺風 局部四驅性的大風 震風 吹到船鏈都斷了 船就很危險,很危急的情況 那些船員在船上都心想 這次車頁沒有了動力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因為浪一吹過來 橫側浪整個船都吹回來 你有動力可以沿著那個位置 在乘風破浪地走 避了一些浪 你沒有就麻煩了 還要連鏈都斷了 幸好到差不多 船都知道不行了 就要沉的時候 船長突然之間醒起一件事 他說原來以前老前輩教諾 在船上遇到一些古靈精怪的事 有一件事可以幫忙 就是拿回自己家的祖先 先人過身的時候 穿了披馬大校的馬布 戴上身 通常他們都會藏在馬布 如果遇到奇怪的事 就拿火燒了那些馬布 燒了那些馬布的原理就是 告訴祖先聽 大領落 要幫拖 然後再用一些去天后廟拜神的香 什麼是天后廟拜神的香 原來他們在天后廟拜神 會撿回香酒 即是還沒燒完 還是只剩下香雞 還沒燒完就好 只剩下一點就好 他就帶回香酒 他就用盒子裝著它 那些香 拜過天后 就有一些神奇的法力在裡面 燒了一些馬布 叫祖先幫托 然後再找回天后廟拜過的香 然後再燒 這樣就可能解到你一時之間的握困 這個人當時立刻就照樣去做 他做的時候真的好 真的好 真的停了一些風 當晚就隨水漂流 到了天亮 剛巧有漁船經過 懂得的 就把他拖回避風塘那裡 總算就避過一劫 他們就不敢告訴別人 說撈到公仔 原來他們撈到死屍 就不會叫死屍 撈到公仔 他就去問米 這件事都叫邪屍 去問米 問米婆就上身 就在那裡說 那個是大陸漁船的船民 跌落海失縮 沒人知道 整個星期都不知道 想著有漁船撈到 好心帶他回家 誰知你們又扔了他 他落地府又過不了關 回家又回不了 就搞夠你了 就立刻搞他們 原來他們很迷信 經過這些事之後 不敢再出海 算了 你知不知道怕什麼 怕報仇 你再出去就報仇 算了不要做了 就買了船 不做 然後呢 廣食公居都買了 不做 你覺得做漁民 不是很好做的 真的不是很好做的 然後呢 他就沒有做 但是船那些人 有些就上了岸做事 有些就幫忙做了海岸拯救隊 經過這件事之後 其中一個海事處的人說出來 另外還有一件事挺恐怖的 有一個七十年代尾的時候 七十年代 我忘記你有沒有說過 避風塘裡面的珍寶海鮮房 曾經試過大火 這件事你有沒有說的 你不在這裡 我跟KK 我聽過這件事 但是沒有聽過他講過 我跟KK做過一集應該 我曾經做過一個特輯 就是講珍寶海鮮房的大火 當時燒死了很多人 因為燒刊的問題 到了火災救息了的時候 珍寶海鮮房大火的時候 現場就要留下 有些人在看守 因為以防死灰復燃 如果有死灰復燃 消防員立刻可以救 所以海事處的消防員 就要留守 當時晚上廁所燒光 什麼都沒有 人有三急 其中有一個留守的職員 就在船邊那裡 就是小解 誰知道小解期間 突然之間 就飄了一個人出來 當時 他就很害怕 他說有一個人出來了 原來那個人 就是之前在火警裡 跳海逃生的一個遇難者 失蹤了就沒找到 他就在水底浮上來 他就看到 當時就馬上捕了他 上來 剛巧 你去柯尿的時候 浮了一個屍體 就在上面捕上來 當時 靈異的事就是 到了第二天 附近的漁民 就在那裡投訴他們 他說 大Sir 昨晚 人家在那裡火燭 燒死人 你不是說在那裡 又在那裡開派對 又在那裡吃東西 說笑 打冰爐 唱歌 跳舞 十幾人在那裡玩 你不是吧 吵著漁民睡覺 每個人在那裡喝酒 又吃煙 那些是水話 然後 那幾個消防的人 就心想 他說 我們沒有 他說怎麼會這樣做 神經病 我們整艘船 加盟只有四個人 他說 何來有十幾十萬 在開派對 沒有 昨晚 那些人 附近的漁民 看到的是什麼 是那些遇難者 還是那些鬼 找到替身之後 在那裡跳舞 會不會是這樣 是什麼人來的 生前是不是做什麼 生前在那裡開派對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那個人說出來 這個就很真實 在那裡留守一個災場裡面 居然有人說你在那裡開派對 大佬 吵著他們睡都睡不著 你吵到睡不著 很大聲 還有其他漁船應該都有一段距離 不像是隔離房子 隔離房子 所以我覺得 都真的要坐下他們才會投訴 再說一個 再結束 另外一個 當時 去到新年前後 那些漁民就會回去岸上面 可能探親戚 探成 那大家就拍了那些船 在香港仔那裡 就不出海 那不出海 也有一個問題 如果有火警 那些船太多拍在那裡 那要救援就救援不到 對 救援不到 所以當時海市署有一個規定 如果過年時節那段時間 大家要留下一個航道 在那裡 不准泊船 以防有什麼事 大家要走 所以那個航道 好像安全區那樣 大家不准泊船 類似那些走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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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面的走貨通道 對 正確 誰不知當時 在一個珍寶海鮮房 在維修中 維修的時候 旁邊就不知為什麼 有人拍了一艘船 那就是一個航道 正常來說 是不准泊的 當時他們有一個外籍督察 和一個中國的船督察 大家就過去 那一艘船開走 不准泊 誰不知那艘船 怎麼按都沒有人認 開了麥克風 船主要洗走 船上去 不要清晰寒道 快點 不是拖走 那艘船主就沒有來到 終於想勾走那艘船 但是很雖不雖不雖不知為什麼 那艘海事處的船 就不夠動力 或是太小 就勾不走那艘船 於是那艘外籍督察 跟那個中國的督察 就走上那個船 因為自己駕駛的船走 即是駕駛的船走 不要阻塞地方 誰不知上到船上去的時候 一塌的時候就爆炸 爆炸 死了 很慘地死了 當時那個中國的船 就找不回 就失蹤了 跌到海 為什麼會爆炸呢 原來他的船就壞了 裡面應該在維修 他可能開了一些風媒 開了某一些東西 一些氣體在裡面 積聚在船艙裡 你不知為什麼 弄到它穿的時候 就發生強烈爆炸 當時就流氣 我想一些氣瓶流氣 那個外籍的邦板就 即是即場過了身 中國籍的邦板就不見了 於是乎人就去找他 找了幾天都找不到 當時 邦板的家人就很傷心 兒子生死未預約 都是空多吉少的 在海裡爆炸 怎樣也好 都想找回他的屍體出來 即是叫做安撞了他 都得個資子 不要那麼掛心 還有他媽媽幾晚發夢 都夢到兒子 身上有些血跡 就跟他說 我媽媽在這裡很好 不用怕 很快看到我了 他媽媽就夢到這些東西 就紮醒了 到幾天都找不到的時候 那些中國籍邦板的家人 就跟漁民親戚相疑 都是那些人 就說不如找人幫忙 就找了很多隻山板 就叫了不同的人 就去幫忙 去擴大搜索範圍 就希望找回那個幫板出來 到近期 他媽媽就跟著出海 去到珍寶海鮮房附近 事發一帶穩的時候 死者的媽媽突然間 雙眼就反白 然後就大叫 叫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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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bor 就像看到媽媽 就是浮浮半沉的,我們先回來,應該是打側的,然後就看著潛水源 潛水源想游近它的時候,它就好像推開了潛水源,不知為何,幾次都推開了 潛水源好像有點年紀,不是當打的潛水源,它就知道什麼事,就回到上面 就跟他們說,好像有些東西不讓它拿上來,我看到它,不過這樣,我就不想做 我都沒試過這樣被人推開,但是都認識,親戚一場,我試試再下一次,看看行不行 原來它又怎樣下呢?它就燒一堆香,然後燒一堆香,咬著一堆香跳下去 當然那些潛水器具也在,不過只是咬著香跳下去,那下到海裡,那個潛水源應該就在剛才鐵鏈的位置 它不見了,那潛水源不見了? 不見了,它不知為何,就沉了去深一點的地方,那下到深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就發現了它夾著在一些地方的石頭,那在找它的時候,它就沒有再移動了 接著就真的好像帶回它上去水面,經過第二次帶到它,那它上到來的時候 寫這篇文章的那個人,它就說那個死者,那個中國籍的督察,上到來的時候 都有一些血水流出來的,那後來家人就用道教的方式,就跟它進行法事 但是認為它死得不明不白,就是這樣無端端,吞船就死了 就有一些不明不白,就跟它做了一個儀式 儀式就是用紅色的獸醫,那些積感獸醫跟它臉壯 有一個意義的,意思就是有仇未報要報的意思 有些人就說如果你這樣做,死者可能還會有一口怨氣留在人間 就比較難進肚為安,這個故事還未完結 不過我們休息一會,第二節回來再說下去 其實我以前看一個案件在極度心寒裡面 就有一件事,應該是有個,我沒記錯應該是潮州人來的 有個女生,就不知道什麼事死了,就 就是懷疑被別人害死,那樣 那她家人就在她的棺材裡拿了一把刀 那在那個棺材裡就不知道砍幾刀下去 那她的寓意就是要報仇,那樣的,就是她們的習俗 就是在棺材裡砍幾把刀下去,如果你穿一件紅色的獸衣去臉壯 其實也有些影響,我覺得是有些影響 那些人就說她這樣難走一點,她還要在海裡意外身亡 還要這樣做,她就比較會逗留在人間的時間會長一點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呢?寫這個人還有一個後續的 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說 好,謝謝大家